给自己一杯茶的时间 深呼吸 最近的生活真的很忙碌 有时候我很想要坐在树下发呆 看着人来人往 人这么忙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小姐你好 请问要点什么 一杯抹茶谢谢 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 它叫做日日是好日 是我一个演员朋友推荐给我的 在电影里面 女主角从她学生时期就很彷徨 正当别人都在准备就业考试的时候 她自己却不晓得未来该做什么 人生中也有很多时候是彷徨的 彷徨的时候 会分不太清楚我们当下正在做的事情 到底是自己想要的 还是别人希望我们去做的 自己想要的是真的自己想要的吗 还是在潜意识里把别人的意念和想法捕捉成是自己的 要分辨清楚这些声音真的不容易 即便有很多关卡要克服 可是静下心来聆听内在真正的渴望 就像是在航海中的船只 随时要校准罗盘才不会迷失方向 路上风景很漂亮 走得太快 人生会少了一点乐趣 走得太慢呢 又怕失去前行的动力 导致前功尽弃 小时候懵懂无知 大多时候啊 都是听着大人的指引 把别人的目标当成是自己的 把别人世界看出去的风景 当成是自己的风景 我不太清楚 什么对我才是最好的 就是跟着别人的指令去做就对了 等到有一天毕业了 阶段性任务完成 船靠了岸 才发现外面的路很宽阔 就像一片一望无际的草原 你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要往哪里走 路在哪里 在哪呢 电影中的女主角 在一次和母亲的对话中 半退半旧的跟着表姐一起去学习茶道 茶道 那听起来像是一门非常老派的才艺 学习茶道和茶道的精神 能带给我们什么好处呢 这大概是讲究效率的世界里面 最不符合效益和产值的才艺吧 能换钱吗 不过就是喝个茶 要这么多器具做什么 手摇引等个五分钟都闲酒了 花上大半小时刷一杯茶 也太假掰了吧 我身边还真有朋友 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学习茶道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以为茶道是一种泡茶的方法 看我多么的无知啊 我后来才知道 茶道是一个尽心的过程 我想起电影中的对白 树木西林饰演的茶道老师说 茶道要先从形式学起 先把形式学起 再将心意放入其中 女主角的表姐问茶道老师 图具形式岂不是形式主义吗 老师回答 你凡事都用头脑去思考 才会这么想 放掉头脑 并不是指脑袋一片空白 而是让头脑稍微往后站 让身体和感官在这个当下停留 扩展 深呼吸 让学习的事物内化 在电影中 看女主角学习 从如何进门 如何端着茶具走向火炉 如何冲茶 如何刷茶 如何将单手 如何用单手 将手巾 折成 三折 然后顺手 擦干茶勺 如何将那一杯茶 端给客人 这一连串 图具形式的基本动作 在日复一日的练习当中 身体 自动 记下了那一连串 繁琐的动作 最终 竟成了 优雅的仪态 和行云流水的 烹茶过程 当一切变得行云流水 五感 多了空间 多了聆听四季的 变化的空间 多了感受自己 身心变化的空间 从原本只是图具形式的 冲茶动作 竟听到 冲茶的水声 随着四季不同 声音也不一样了 如果是头脑先行 先有了批判 反而阻碍了内在空间的诞生 这里行云流水的 充裕感 就更远了 行云流水的 充裕感 也是一种 心灵的富足感哦 在优雅的 行云流水间 感受到自己的变化 变得稳定 更有自信 年轻时的 无知彷徨 逐渐 被人生的方向感 取代了 我们以为 追求的数字 业绩 和目标 最终 取代的是一种 满足 和圆融的感受 我想这也是一种 由外而内的 修炼和学习吧 外在的形式 透过日复一日 刻意的练习 甚至经过一段时间的 逃避 退却 再度回来 也成了一番 不一样的风景 我打开我的日记本 写下 最终一切会过去 真正留下的 是欣赏风景的我 我自己感受到了什么 我应该对我自己 无比的诚实 谈成自己真正的感受 但我不一定要 把我的感受 告诉别人 至少 我在心里面 必须诚实以对 若我自己 对我自己不坦白 那注定 会原地打转 徒劳无功 那些看似简单的动作 今年累月之后 会内化成一股新的动力 找到一个 没有目标 没有对家关系的 新事物去学习 就好像一面 诚实的招妖镜 我看到我自己的心态 我看到我自己的情绪 我好像更了解了我自己 好像也知道 我可以放下些什么 用轻松 愉悦的心情 继续向前行 老板 谢谢哦 给自己一杯茶的时间 深 呼 吸 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